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在海里一样 在空气里面浮上去了 对 非常的棒 其实也非常棒 很完美啊 这道题答对了 说是氢气 恭喜 第三道题 什么气体有一种臭鸡蛋的味道呢 A 硫化青 B 暗气 C 氮气 氮气 想一想是什么 你可以排除一下 太大球了 又来了 A 硫化青 硫化青 是吗 你的回答呢 咖啥时候就碰了运气吧 这回是碰了运气 碰了运气 你们的运气真好 答对了 就是硫化青 对 它的原理是 化学一般提到臭鸡蛋的味道就是硫化青了 虽然它是无色的 但是低浓度时有臭鸡蛋的气味 是有毒的 不能多闻哦 哇 你们三道题答对了两道 恭喜你们 谢谢你们 太棒了 很不错的成绩 不得到不得到 第一道题答错了 回家好好地再预习一下 欢迎收看 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的笔直纲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型少儿成长体验类节目 嘿 我知道了 好了 接下来轮到你们了 你们抽到的是什么题 好 首先第一道题 嗯 一点难我觉得 说出五种以上的气体 空气 氮气 氢气 那个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还有那个 一氧化碳 氯气 五种气体 回答正确 在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是什么气呢 二氧化碳 氮气还是氢气呢 氮气 氮气 为什么是氮气 因为氮气那个含量比较多 你知道这个 是不是 重复了一下体面 特别的棒 回答正确 最后一道题了 说出两种以上的可燃气体 可燃气体啥意思 就是火碰到它 就会碰 烧起来 噢 噢 噢 天使刚才说那个是 臭鸡蛋那个 是那个吗 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什么让你头晕 恶心 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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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个了 特别 现在嗯 这是 清 氧化氫 回答正确 就是用氧化碳 还有氧化氫是可燃气体 除此之外呢 还有氢气 甲丸 蚁丸 丙丸等等 都可以在氧气中燃烧哦 哦 所以说那个氢气球 是不能接触火的 对 会爆炸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在玩氢气球的时候 一定不要靠近明火哦 那接下来宣布一下成绩 你们回答对了三道题 你们回答对了两道题 所以 你们回答正确 胜利了 耶 恭喜你们 给大家听的啊 怎么样 正风 通过这一轮答题 你觉得你有没有答对呢 刚刚有没有在心里默默地 想答案 其实很多原理都知道 但是用了专业的术语 什么话流啊 什么这些的 就不会说了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见到的 对不对 对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用到生活中 常见的一个东西 来做一个趣味 想实验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的笔记高 为您冠名播出的 嘿 我知道了 气球 但是我这个气球啊 可不是用一般的气 给它吹起来 那是什么气 不就是拿水吹吗 那可不是 我想问问你们平时 是怎么把气球给吹起来的 打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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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气球不都有打气孔吗 我把它给那么撑开 然后我直接那么兜 一兜就 气球里面就会有气 我感觉这个方法特别像 拿着塑料袋在 对 但是我觉得气球 它是橡胶的有弹性 你这么咬空气是 对啊 能有多大 顶多那么大 我给大家提供了 一堆小实验品 让大家到里面去寻找答案 哇 正方这些是什么呀 它是什么 长了就知道 还没长啊 这些东西就是能让气球 鼓起来的小秘诀 哇 但是有的呢 是可以的 有的呢 是有毒的 不可以的 可是这东西我都认不出来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知道 你们光看就知道了 对 那你来说一说 这是水 这是盐 这是桃 这是桃 桃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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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桃 这个面 这个 来来来我们去那边纸 我们走过去纸 可以纸 喝一喝你的口水 我现在就给你们一个吃的机会 好硬的 快吃掉了 我就说你最传 对 对 这个是什么 对 对 对 这个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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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 好 好 那好 有人尝尝这个吗 诶 死了 blessings 啊 好甜 嗯 耶人 好甜 好甜 快尝一笑 这个这个太酸了 大吃一口 大吃一口 这个 真的是什么 谁来尝尝这个 我不想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哪 哎呦 这是麻呀 好甜 有没有人尝这个所谓的白开水啊 没有 你没有那你快尝一尝 你先尝一下 我知道那是酒精 有毒的 没有毒 所有东西没有毒 是什么 是不是那个蜜味是吧 很好吃 吐掉吧 欢迎收看 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的笔直纲 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少儿成长体验类节目 嘿 我知道了 郑峰你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吧 第一个确实不是白开水 是白醋 第二个呢就是盐 第三个是白糖 第四个是泡芙片 第五个是小苏打 第六个是淀粉 第七个是曼陀丝 曼陀丝是什么 曼陀丝是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啊 我知道 曼陀丝其实就是一种口香糖 这些材料摆在我们面前 你也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做实验啊 嗯 这些材料可都大有用处 嗯 它和我今天的噔噔噔噔 啊 可乐 让我打嗝的东西和接下来的这其中的某样东西混合在一起 会产生很大的气体 就让气球鼓起来 什么 哇 那究竟是哪个气体呢 接下来你们去实验吧 到底怎么才能让可乐把气球吹起来呢 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各种尝试 看着每样物品对可乐起不止的反应 他们最终能保存得出最佳的材料 将气球吹起来呢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 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的比之高 为您冠名播出的 嘿 我知道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场面非常的狼藉啊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黑暗六里吗 你告诉我里面都装了什么 自己都说不出来是不是 对 我看到他们加了好几样 现在呢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小实验了 大家看到两边都有剩下的半瓶可乐 对不对 还有气球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在这些东西里面选三样 利用可乐和这三样东西 把气球看谁吹得更大 爆炸了怎么办呢 应该不会爆炸 你相信依依姐姐 非常安全 好不好 你们这边是不是把可乐给喝了 怎么那么少 对 是不是谁偷喝了 没有 好 告诉我你们选择哪三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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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泡腾片 这个是什么 白醋 还有什么 这个是曼陀斯 这三样 然后这边你们选择哪三样 你们呢 泡腾片 白醋 还有 还有 还有淀粉 淀粉吗 哎呀 郑峰 我觉得 你们这对选的好像不太好 对 我感觉像是要做什么面人似的 对 还把它糊上了 白醋 淀粉 泡腾片 感觉 我建议你啊 郑峰哥哥建议你们 换成小苏打 你们 你想换吗 确认吗 确认吗 你们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我相信这次我不会错的 好 好 勉强答应 但你们要胜利的话 你们可不可以把你们胜利的糖分我一点 可以 可以 好大方 那你们就定为泡腾片 白醋 还有小苏打 好不好 好 最终田小木和董寒宇选择的材料有 泡腾片 白醋 和小苏打 梁乃馨和沐汉泽选择的材料是 泡腾片 白醋 和曼陀斯 他们到底能不能成功地把气球吹起来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你也放好了吗 白醋放了吗 没有 我只放你一样 你也会把 宝贝 放你放你 好 我呢 套呢 早上我 你帮我把这点 我给你放 好高吗 我 cond 我打 我来吧 我来吧 你帮我 我来吧 你帮我 你帮我 我来吧 咱俩 你帮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相信依依姐姐 相信依依姐姐 这可怎么办呀 看着刚才涌出来的泡泡 本来应该能吹出很大的气球 看着正在不断努力补救的 田晓默小朋友 节目组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好心疼你呀 欢迎收看 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的笔直高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型少儿成长体验类节目 嘿 我知道了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 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的笔直高 为您冠名播出的 嘿 我知道了 那看到小朋友做这个实验 我觉得好像两队都欠缺点什么 都少加了几种物质 其实刚刚在这边呢 他们投一次的气是非常多的 以至于冲破气球 以下就冒出来了 接下来依依姐姐问问你们 你们觉得刚刚所有的材料里面 哪一样能够使这个气球吹得更大呢 泡腾片 泡腾片 还有什么 还有吗 还有吗 麦腾 白醋 白醋 麦腾 小猪打 盐 小猪打 盐 哎呀 都好像又把他们全部都数了一遍 对 那究竟他们回答的对不对呢 我们来问一问小勇 大家好 我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勇 其实小朋友们说的都非常正确 在我们的可乐中含有碳酸 这种物质非常的不稳定 在剧烈摇晃的时候 就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 而盐 小苏打 泡腾片 麦腿丝 白醋等都会急速加快可乐 中二氧化碳的释放量 所以固定在可乐上的气球就被吹起来了 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 听了小勇的解释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知道了吗 知道了 非常棒 那记者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告诉自己的父母 或者告诉自己的朋友 让他们也知道 最终呢 一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些实验在家里面可不能一个人做哦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家人的陪同之下 去进行这样的小实验哦 嘿 获取到了 获取本期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关注 嘿 我知道了 微信公众平台 鸡蛋也能玩翻天 更多精彩内容 现在 嘿 我知道了 嘿 我知道了